嗨 日本的大阪 這是我們昨天住的飯店 是帕奎人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今天來到日本大阪 阿民 那邊啊 今天天氣不熱 但是太陽很大 所以今天來到日本 有什麼好料的可以看嗎 帶大家去看一個新房 帶大家看一個兩房的物件 在什麼地方 在那個便便釘那裡 便便釘喔 對 但是我們要先去拿鑰匙 就是觀眾可能看我們拍影片 借鑰匙走來走去要早燒酒的 就是跟 可能跟台灣的那個仲介 要先去借鑰匙意思是一樣 只是說在台灣是開車騎摩托車 對 在這裡要搭電車 有的時候它還放很遠 就是這個物件 然後鑰匙放在十個前運站以外的地方 所以要先坐車可能半個小時 然後再回來再半個小時 看完以後再花半個小時再去玩鑰匙 而且他們預約的時間都很準時 如果你delay了還會被罵 下次列為黑名單 對不對 那這一區就是 好像叫做日本橋 尼封巴士的 這邊就是很多台灣的宅男 宅女最喜歡的地方 很多動漫的 大阪的秋夜園 秋夜園 昨天晚上我也自己 大概九點多吧 十點左右 然後去那個尼封巴士 就是日本牆那邊 繞了一下 幾乎店都關了 只剩下成人玩具的店還沒關 就上去看了一下 哇 日本人誇張還真多 什麼都有 A片裡面的那些情節 裡面都買得到 太厲害了 坐著滑手機 躺著滑手機 蹲著滑手機 腰痠背痛 你是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呢 推薦大家這台 德國藍寶無線監禁按摩器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啟動後就可以開始紓壓了 濕源多種模式 以及兩段溫度調整 無線設計讓你走到哪 按到哪 為了家庭的和諧 買一台送給老婆吧 今天就是難波千日前通 就是那個商店街 每個來大阪玩的都會來這邊 過去就是什麼 新災橋啦 道頓爵那邊非常熱鬧 現在早上才幾點而已 店都還沒開喔 最近這麼多人了 真的是 不愧是 道頓爵 大阪真的是一個非常友善行人的地方 以前這裡是馬路喔 這邊是馬路 然後如果有 最近有來大阪的人可以發現喔 那個日本橋 新災橋那一條 本來很大的馬路就是 名牌精品店的那一區喔 現在全部變成人行道 我說的就是這裡 本來這邊呢是 車有一半是車道 大概是到這邊以上是車道吧 現在全部都改成人行道 一直到那邊去喔 這比車道還寬耶 人行道比車道還寬耶 日本怎麼這麼重視這個行人對不對 在行人比較多一些 行人安全嘛 因為各國都會重視的 對 台灣最近好像也慢慢重視了 對 慢慢的重視了 對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走的那一區 這叫南波本通 然後或者是 再過去就千日前通 那邊就有新災橋 跟道頓爵的那一邊喔 所以 應該 所有來過大阪的人 都知道 都熟悉這一區吧 那因為變天丁 它是在JR的環狀線 所以我們要先 搭南海電鐵去新金宮換車 嘿 出來了 出來了 這邊是新金宮站 新金宮 那我們現在要轉環狀線 我們從JR變天丁已經出來了 連接到一個 有點像商場辦店的 中和的一個大樓 裡面可能也有辦公室 哇 那邊 很熱鬧 然後這個商場其實 還滿生活化的耶 都是一些生活的 譬如說那邊有藥妝店 這邊有大創 然後這邊有超市 是吃的那種超市 LOPIA 這個最近在台灣也非常紅 好多人去排隊 就這邊 一般的超市 那我們已經出來變天丁 的這個共購商場了 出來了以後呢 它的接庫大概是這樣 其實跟日本其他的 車站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就是 可能那一邊 之前變天丁那邊 是比較老區 那新的這一區 感覺就 路就比較大條 這邊是不是已經有一點靠近 大阪港口那一附近了對不對 對 差不多再往直走的話 就是大阪港 然後環球影城那邊 喔 環球影城就在前面 因為這個 這一棟好像叫 Osaka Bay Tower 就是大阪 大阪湾什麼 這個大樓 這個Tower 我們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什麼 看一下 現在應該看 這個塔 兩方就是塔樓 塔樓 喔 這個 也是高級大樓 高級大樓 我們就喜歡看高級大樓 我們就走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這一個 一如一般高級豪華的Tower Monction 一樣 它的社區的中庭這邊 有一個很漂亮的 植栽的區域 那 外牆看起來是白色典雅樹 素面 算是比較好看的 那這邊全部都用這種食材點綴 好像還不錯 一樓感覺就是有那種時尚的感覺 好 好 錯了 它這個TT比較亮一點 大概是這樣 現在還有很多人在裝房之類的 進來進來 開個燈 好了 燈開好了 這一個是一個兩房的 2LDK房型 這個玄關也 太大了吧 深度應該有個一米半嘛 那兩房有做這麼大玄關的 那其實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 所以屋主東西有一些還沒搬走 鞋櫃什麼的 裡面有一些東西 那我們站在玄關 這邊往這邊看 是一個長廊 然後可能往那邊走 這就一個外玄關的區域 內玄關的區域 那這是它的浴室 浴室的部分是這樣 那這個 它這個 它的浴室跟 廚房是 連通的 方便 然後 屋主 可是這 感覺是新的 你自己用過嗎 對 對 這好像沒用過 沒有 它這個屋齡 它這個屋齡也才一年而已 嗯哼哼 天啊 SONIC的 然後 這個 點燈 浴室的部分 是這樣子 這樣 然後 對面這邊 是 這個 馬桶 馬桶的部分 Innex的 也是 也是免治馬桶 日本 基本標配的免治馬桶 然後過來 它這有一個轉角 轉過來 這邊就 房間區跟客廳 這個收納櫃 進來 關起來了以後 這一區 所以這個沙發 它就是 刻意弄在這邊 讓你可以看 整個大阪 對 這邊應該是 其實應該是說 這個是客廳 那邊其實是一個房間 但是它 覺得說如果這邊 可以當成一個 公共區域 然後它就是只有 睡一個房間而已 然後另外一個房間 開放式 就當作客廳 這真的是度假宅 對 這個坐在這裡 然後看出去 基本上大阪 所有的大樓 套啊 都看得一覽無遺 這邊是面南邊 那個就是哈魯法斯 喔 那個阿貝也那個 最高的那一棟 對 然後這邊就有北區 梅田那一區 所以景觀非常 視野非常好耶 第一次看到這種 通常我們的Tower 都是在那邊中間 所以你不是 往北往南 往東往西 這個是環狀的 幾乎把大阪 所有的景觀都 我們現在等於是 在九點鐘方向 然後往市中心 往市中心看過去 這個房子很特別 視野非常好 然後這個LDK的部分 其實它也是方正 只是它在這個角 有削一個斜角 所以你看出去 它的景觀更好 視野更好 可是它就是會 大家會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方正 可是你看它這個 這個屋主 在這裡放了一個這個 看出去的感覺 超棒 然後這就是它的餐廳 跟廚房的部分 餐廳 它在那邊放了一個 四人座的餐桌 那這看你要怎麼擺都可以 那這些家具 不知道屋主是怎麼 一般來講的話都是騰空交屋 除非是你有要求 你可以去 彈 跟屋主彈 要不然一般來講都是 騰空 對清空在交給你 好 然後這邊這個 食材的檯面 這就不是人造石的 應該是 這是人造石的 這是Towermont熊 所以它的廚具 就是做得比較完整 有洗碗機 三菱的洗碗機 但是這個跟這個 就是後來做 這一座是後來自己買的 這應該是宜得利 宜得利的那一組 然後冰箱是後來買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房間 目前它把它規劃成 客廳 其實這個可以關起來 它這裡有個拉門 可以這樣往這邊拉 那我們就不拉了 就是它拉到最後 它可以變成一間 封閉的房間 那這一間其實它的 就是衣櫃也是 也是非常完整 它目前是有一台電視 那這有雙層隔音玻璃 雖然在高樓層 你也可以感受到它 這種隔音非常好 因為高樓層風比較大 那有時候颱風天 或者是東北季風 這邊應該沒有東北季風 但風比較大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聽到風切聲 但是這種 親密窗雙層的比較沒有 所以這個現在樓層比較高 所以其實鐵軌啊 其實距離大概 車站裡我們滿近的 但是其實鐵軌聲音不會太大 我們剛剛從那個貢購走出來 就對面了 非常近 那個是我們昨天去看的 修散大樓 修散的那個大樓在那裡 這一區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的對面就有一個 這個叫做 Osaka Bay Tower 這個地方 那個商場 那個有Conan 然後有美食界 Conan也有 OK 然後它這個陽台其實也滿大的 好 我們最後來看它的主臥室 主臥室 在最裡面這一間 剛剛有這邊嘛 有跟它的浴室相通 主臥室的格局 就是因為它把櫃子都已經都做進去了 現在床已經放上去 大概是這樣 冷氣也都裝好了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陽台是不是 這個陽台怎麼出去 等一下有時候做的那個陽台 它不一定能出去 不一定能出去 它就讓你放室外機 放室外機的 真的不能出去耶 這個真的還滿大的 好 好好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它的 地理位置我覺得就是 算是大阪比較新的區域 但這個地方本來就存在 只是說它這邊可能新開發 大阪現在新的區域會往 好像往西邊這邊走對不對 孟州什麼那邊 所以就是會往比較 比較外圍的地方發展 好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看 看好未來的話 也可以考慮這一區 好 好那這個房子的坪數是幾坪 坪數的話是 主建物是68坪米 68坪米 然後陽台是8 所以加起來的話 76 大概是23坪左右 室內 室內23坪 室內23坪 如果你在台灣要買到23坪 大概要買到36、7坪的房子 才有辦法買到這個 而且這個是高級的公寓 所以一般公設比 台灣公設比會更高 然後 所以37、8坪在 有這種雙鐵共購 然後有這個 南港展覽館那種地方 新區嘛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間 屋主開價多少錢 我講開價的話 是7900萬 7900萬 7900萬 大概是1500 1600左右 1600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個 空間格局 這麼特別的一個房子 景觀這麼好的一個房子 好 這間是22樓 22樓 1600萬 如果換成台灣 就是美金的話 大概50萬上下 50出頭萬而已 50出頭萬 美金 在台北 或者是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可以買到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 但是在大阪可以買到一個景觀豪宅 這邊可以把從南邊的哈魯卡斯 一直到北邊的米田 就是這邊市區的所有的大樓 夜景開得一清二楚 而且屋主特別貼心跟你說可以這樣子放 嘿嘿嘿 OK那如果說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阿民聯絡 加入我們群組 學弟阿民 那如果你是想要了解日本或者大阪民估屋的房地產資訊 歡迎加入群組 第一則留言有加入方式 那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們來日本這邊看房子 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一起來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